一群医护人员进入民宅 将死于家中的染疫病患包起来 把遗体搬下楼抬上救护车 邻居们也神情悲弃地哀悼 家属骑车跟着救护车 他们要前往的地点是火葬场 我真的感觉到有很大的账截 的法律,的国家 有很多人,他们在罪人员 他们不给了我时间的缺乏 我父亲不得了什么时间 所有人都在罪人员 所有人都在罪人员 没有报告,没有病毒员,没有罪人员 难以接受爸爸离开的事实 泣不成声 看着亲人最后消失在火堆里 被留下来的人必须坚强 印度在二日 有3686人死于新冠病毒 相当于每一分钟就约有两个人病逝 看着被白布捆起来的挚爱 躺在救护车里 伤心欲绝 帮忙协助处理遗体的国际慈善组织的志工心得 对此感同身受 今天我们在招呼他的弟弟 两天后我招呼了自己的叔叔 他死了因为我们不能供他油温 我工作室里 我没有招呼 当时我能够收到电话 他已经逃避了 所以我们为了很难 忙到无法见亲人最后一面 等到见面时 亦是冰凉的遗体 但他忍着不哭 为了帮助更多人 他选择把悲伤往肚里吞 当局的抗疫失败 医疗体系崩溃 却得有百姓的命来承担 不是已经死了 就是卷在等死 缺氧的问题也困扰着各间医院 首都新德里的医院 也是其中之一 我们在我们的手上是我们做的 但是我们不能想想到这些事 你愿意试着去到某种程度 让我们来到某种程度 在这些地方有45-45分钟的距离 我们用了我们的森林 我们用了他们的森林 他们用了他们的森林 我们用了自己的森林 我们不能在我们的森林 在新冠病毒的医疗资源缺乏 首都的医院都缺氧了 更何况是在医院外 甚至是农村 这条新冠病毒的医疗资源缺乏 而防疫的物资也贵到买不起 买不起口罩防疫就可能染疫 越来越严重的疫情 用完了印度所有资源 从防疫的医疗口罩 续命的氧气瓶 到医院的病床 药品呼吸机 还有用来焚烧尸体的木头 在印度的问题 我们已经预订了 有一个旅行限制 开始上星期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它是建议保持澳大人安全的 现在派你去印度 越新变年新 你愿意去吗 新冠肺炎肺炎肆虐全球 印度成了全球重灾区中的重灾区 单日确等新增数 不断打破世界纪录 在周六更突破了40万人 专家更警告 实际人数可能是通报的倍数以上 截至周六回止 印度确诊人数已经将近2000万人 不幸死亡人数也超过了21万人 这么庞大的确诊人数 造成了印度医疗体系崩盘 救命的氧气筒严重不足 病患家属想尽办法 只希望能为家人取得氧气 为活下去增添点希望 由于台当在印度投资设厂 在疫情冲击下 根据初步统计 至少已有11名台湾人确诊 一家科技公司就有8人确诊 提供一名49岁的阳姓台籍干部 在新德里卫星城市古尔刚的医院 不治身亡 在这段期间 台湾PTT网友贴文 朋友的老板表示 印度工厂有紧急情况 需要立刻有人去印度处理 征求志愿的勇者 老板表示 对这位勇者将有众少 在印度期间的月薪 等于台湾一年薪水 也就是原月薪或是台币6万 将暴征变成72万 不过何时能回台湾 还不确定 政治是哪一种方式 回台湾 也不确定 网友问该劝朋友 成为勇者吗 网友们在键盘上的意见 大多是 疫苗打了快上 身体够健康可以变化吗 撑啦 反正没钱的话 也是烂命一条 等支持成为勇者的话语 也有网友警告 印度的病毒已经变异 疫苗说不定没用了 小心 新嘴带变白包 难道勇者 印度锡和教上司400周年诞辰 大批信徒不戴口罩 没有安全距离 挤在一起 靠着信仰 没在怕的 有前程信徒还感叹 以前参拜的人 更多了很多 信徒少来了没关系 有VIP来了 印度统领莫迪在疫情爆发期间 百忙之中亲自来了 前程的跪拜 周到的礼数 赢得席克教徒们一致的好评 也并没讲起今年1月 莫迪指挥落定 宣称印度 击败疫情 并拯救人类的经典场景 除外由于印度疫情严重 美国澳洲等国都已对印度实施旅游禁令 基于医疗专业建议 澳洲表示这是为了澳洲的安全 而且澳洲一视同仁 连印度的澳洲国民也禁止回国 否则光年 各国原住物资也纷纷运以印度 协助印度度过难关